就是在那个create 就是在那个WB物件 工作部物件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SHIT 顾名思义就是开新工作 工作表 然后后面的话就给它的 你要的名称 这样就OK了 那所得到的那个新的工作表 就是新的物件 这个名称的话 我自己取一个叫SHIT 然后利用它append的资料就OK了 所以我待会要怎么做 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Ctrl C 放在哪里很重要 放的位置 记得是这个把它关掉 放的位置的话 其实我大概就是改 我把它复原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 放的位置就是放在 这一个有没有 这个就是开档 有没有Open的上面 开那个每一个档的位置 Infile这个地方的上面 因为我要先建立一个空白的那个什么 工作表 然后再把档案打开放进去 OK所以就在这个的上面 把这一行贴上 贴上之后记得要改一个 这个List 中瓜 这个要改成什么 它的档名 它的档名叫什么 就是这个 File name 这个就是三重点 TST 中立点 所以把这个放到这个里面来 它就会帮你建立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物件 重新取一个名称 叫做Shift 所以如果你要把资料写进去的话 那记得 这边就要把它改成 不是WS WS是前面的那个工作表 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 那你就把这个Ctrl C 把它Ctrl V 贴到这边来 把它下面这个.append 然后 改成要Shift.append 这样子就OK了 看一下 改完了 这边多这一行 然后这边呢 改一下 工作表的物件名称 好 这样OK了 还没改很多 但是结果看一下 结果执行一下 没错误讯息 如果你没关于Shift 它会出那个Permission的错误 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呢 第一个合并结果没有 第二个呢 第二个有了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 有吗 每一个就在它的档案名称里面 可是最后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样子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太OK的地方 就是 第一个工作表 好像 没用 有没有 怎么办 对 删掉就好了 所以 最后呢 既然你会新增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删掉某一个 这个工作表名称的话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怎么做 不然就问TRAGP 不过TRAGP可能要找 我是觉得你干脆就是看一下云端百版第41 底下就也叫删除工作表 语法非常简单 就是Delete 然后那个工作表名称 好 我们那个工作表名称叫什么 好像在这边叫做合并结果嘛 所以我就在哪边删掉呢 理路上应该是全部程式跑完吧 所以在Save之前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我要Save它之前 我就把那个叫做合并结果的名称 把它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这个不要存档 这个名称叫做合并结果 好 然后再去做存档 这样应该OK了吧 执行看看 好 没错误 那表示好消息 打开 第一个果真不见 所以 所以 以后 工作表就可以这样控制 非常简单吧 那所以啦 你们这样来的话 自己要衍生 太多可以用了 这样应该暂时 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 每一个 所以喔 最后的结果 我们就是把它分成25个工作表 放25个全神邮局地址 我刚刚 大概就两 增加几行 增加两行吧 第一行 就是叫做 wb.create sheet 有没有 档案名称 会产生一个新的sheet的物件 这个sheet的物件要改 再来就是删除你不要的工作表 三个地方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如果你假设 会用的话 我觉得应该足够你在 很多地方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之前好像有问到就是那个 比如说你要把结果 扣到 那你就先create一个新的嘛 然后把找到的把它贴过去就好 OK append过去就好 有没有 这样不就找到append 找到append 就OK了 如果你要找的话最好先合并完 一个 然后再去找 从头找到人嘛 比对一下 关键是一下 应该懂的意思吧 你可以分两阶段 你不要一次全部 你第一阶段先合并全部 第二阶段再找到之后call过去 这样应该 我是觉得写出来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 OK 好 试试看好了 最后这个的话呢 我就 就算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这个全水游戏地址就到这边ending 那后续其实还有蛮多地方 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延伸学像资料库 还有像pandas 我觉得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去了解 但是如果你没时间我建议 你就把open.pyx 彻底完全了解 以后的话只要excel 你就是干脆 就是指定open.pyx 我觉得应该够用了 如果你的需求没有太复杂的话 你可以暂时 我是觉得暂时可以不要碰pandas 暂时 但是之后如果你要做很复杂的统计分析报表的话 那还是得用pandas来完成 OK